好 那我們開始吧 那大家好 我是卡西 不過現在叫卡西或是叫卡西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 函數式程式設計在網頁前端開發的入門應用 真的很入門啦 就是大部分都是JS跟TypeScript 所以大家就看看就好 那時間我沒有測得很準 所以我不知道要講多少 所以就隨緣吧 那這幾年因為函數式響應編程 在那個網頁程式成為顯學 那每幾個月就冒出來新的Library 為這個領域帶來各種活力 那在這些工具上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函數式程式設計的技巧 這樣子 那這個議程會用TypeScript介紹 Function or Quilin常見的概念 還有在Web Frontend中的應用 那選用TypeScript是因為Type System雖然不是很好 但是已經足夠讓我們用Type為觸發點來思考問題 那它也有那個JavaScript的靈活性 好 那我們首先看到SoundType跟ProductType 那在像那個 Husco或是Okemo這樣子的NLC的FP語言中 常常會看到由SoundType或ProductType組合成的那個 Archobrileic Data Type 就是代數式資料結構 譬如說在Husco裡面 我們如果要弄一個自己的List出來的話 可以像這樣寫 那這個List這個東西呢 它就有一個NEO 就是什麼東西都沒有 或者是它一個Cons Cons裡面有它的頭跟尾巴 那頭就放個元素尾巴 就繼續接List 可是在JS裡面 我們沒有SoundType也沒有ProductType 但是我們可以模擬一下 所以它用TypeScript寫起來 大概就會像這個樣子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用TypeScript的Discriminate的Union 來替代SoundType 當用到這種資料的時候 就可以用Switch當成陽春版的那個Patter Machine用 我們就可以用Switch去看那個Type 然後來決定說我們現在拿到什麼東西 然後同時我們用Object來替代我們的ProductType 那有了陽春版的SoundType跟ProductType以後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建立我們的抽象層 那大家如果就是沒事在家裡有看過那個SICP的話 可以注意到說它在構造有理術的時候 課程就慢慢變得比較有趣了 那那個其中一個講者就說 我們在解決問題的時候 會用到一個非常有力的 非常強大的一個設計的策略 那那個策略就叫做Wish for Thinking 就說我覺得說這個東西已經有了 已經有人做好了 我不用去反倒它是什麼 我就拿來用就對了 所以在做有理術的時候 它會說我們曝露出來的介面就是 怎麼樣做一個有理術 然後怎麼樣取分子 怎麼樣取分母 那在今天這個Session裡面 我們想要講的是說 就是怎麼樣做一個ToDoApp 那如果我們從ToDoApp最底層開始思考的話 我們ToDoApp每一個Item應該長什麼樣子呢 那我們就可以設計一個資料結構 它裡面有ID 有Title 然後還有這個ToDo的Item有沒有被完成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要能就是創造 然後存取還有更新這個ToDo 所以我們會有Create 然後還有存取不同Field的ID Title跟Done這三個Function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Update這個ToDoItem的Function 那在這邊可以看到 我看一下喔 在這邊可以看到就是我手動那個Curry化的那個 最後這個Update 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呢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就是我們可以在保證每個土度不可變的時候 就是大量的就是重複運用我們的那個Update的程式碼 而不用說每次要用到的時候都要再做一個匿名的函數出來 那就是根據SICP那個課程裡面的講法 只要這個整個module的那個介面沒有變的話 我們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實現我們的這個ToDoItem 譬如說我們可以讓我們的ToDoItem就是一個tuple 那這tuple裡面就是有兩個String跟一個Bulling 來代表說它的ID跟title 還有它有沒有完成 然後我們現在把ToDoItem弄完了 那我們就可以用同樣的思路再來做我們的整個ToDoList 那這邊ToDoList我先放一個key來在內部存說 它現在ID到第幾號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那個ToDoItem整個放進去 然後我們一樣會有function來做create 然後做append 就是把那個ToDoItem塞進去 然後我們也會有function可以 就是根據ID來update裡面的ToDoItem 或者是根據ID來remove裡面的ToDoItem 那這邊可以看到也是把整個 和ToDoList放在最後一個參數 那這樣子規劃有什麼好處呢 這樣子規劃的話我們可以在不同的語境 不同的context不同的上下文裡面運作 譬如說你今天想說 我這個東西雖然是用比較FP的module方式寫的 但是我今天要跟OOP的library合作 那我其實可以把它包裝成一個OOP的class 那在裡面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class裡面會有一個隱藏的內部狀態 來存整個ToDoList 然後接下來在做的事情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method都是直接去呼叫這個module裡面的 的那個function 然後接下來再把隱藏的這個狀態傳進去 那這邊就可以看出來 為什麼就是堅持要手動cory化這些function 而且就把要修改的物件放在最後一個參數 因為這樣做的話 萬一哪一天我們的ToDoList 是從遠端拿回來的 譬如說它包在一個promise裡面 那我們在用promise的lan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直接這樣操作它 這邊看到就是我們叫append跟updatebyID的時候 最後那個傳輸不用傳的 因為那個傳輸會被lan一路幫我們傳下來 然後大家如果寫react的話 會注意到react hook它有兩種setState的方法 一種是直接傳直進去 另外一種是傳一個function進去 那那個function在做的事情就是會拿到舊的值 然後傳回一個新的值 那這樣子我們剛才設計的function 也可以直接就用在react hook的setState上面 那這邊就要讓我講一下 就是我本來是很期待JavaScript的這個pipeline operator的 因為它本來是f-sharp style的pipeline operator 不過這邊很奇怪 它為什麼不叫okemo style 要叫f-sharp style 因為 對 就是這樣好像兒子比老子有名 這樣好像不太對 魔界超天堂 然後長門超靈波這樣子 但是 因為現在那個proposal 現在proposal走的是所謂的hack這個language style的pipeline operator 那寫起來就比較囉嗦 你會看到最後面要多 多傳一個placeholder來告訴大家說 我那個前一個東西 前一個傳將有東西要塞在哪裡 那我雖然個人不是很喜歡這個hack style的pipeline operator 但是proposal裡面有提到 就是兩種語法都會讓你就是程式增加一些修改負擔 就會跟你抽稅這樣子 抽一些語法稅 但是hack的那個hack style的那個pipeline 它只會在所謂的unery就是傳一個參數的function code上面 就是跟你抽稅這樣子 但是f-sharp style的pipeline 就會幾乎在所有的expression上 你都要把它包裝成unery的function這樣子 所以他們覺得說這樣子比較不好 然後他們後來還舉了一個例子 他們舉個例子說 如果是f-sharp style的pipeline 那你在看到就是 你把東西pipe給某個function加1的時候 那它是一個合法語法 但是它保證會失敗 那他們的理由是說 就是這樣加起來不是codeable的 可是我這邊要講一下這件事情很奇怪 就是proposal裡面有提到說 他們選擇hack style的pipeline 是因為說以後可能還會跟operator overloading相配合 但是萬一哪一天如果JS有operator overloading的話 那其實很有可能就是一個function加上一個數字 或者是寫成數字但其實是function的東西 它最後得出來的東西 還是有可能是一個function的 就是如果你有碰過一些function language的operator overloading的話 應該會注意到這樣的現象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最後就是hack style的pipeline大聲 不過大家有空可以自己讀一下TC39的proposal 看你喜歡哪一種pipeline 再來要提一下redux redux的action大概長這個樣子 redux的action怎麼看都是一個suntype 為什麼 怎麼會這樣 因為redux一開始是借鑑elm的 就是elm的language 所以action長得像ml語言裡面的suntype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不過它既然是個suntype 那我們沒道理只在它那個payload裡面放primitive type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裝著action的action 那我們就可以先準備一個action來描寫 來描述就是非同步的事情 然後接下來再把其他的action塞進去 那我們在用reduxsunt的時候 就可以dispatch一個裝著action的action 當然現在沒有人會這樣做 為什麼沒有人會這樣做呢 因為reduxtourkey他們自己提供了另外一種解決方式 那他們的解決方式就是 你跟他說有某個action 然後他幫你後面append上pending、fulfill、reject 然後你就有三個新的action可以用了 大概就這樣子 好 那現在我們再來要講的事情是 網頁前端裡面的cps變換 那在介紹cps變換之前 我們要先提一下什麼是cps 那cps就是continuation pacing style 在fp的世界裡面continuation pacing style指的是說你的 函數不回傳東西 而是把計算結果交給下一個函數當參數 譬如說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上面那個add 上面那個add它是相加兩個值然後直接回傳 那下面那個add就是說它相加兩個值 然後它有一個callback 然後它把相加的結果傳給這個callback 那常常寫js的人大家已經可以聞到熟悉的味道 就是node.js需要callback的函數就是所謂cps風格的函數這樣子 那這邊可以注意到就是說上面的程式很 可以很簡單的轉成下面這種cps程式 但是cps程式沒辦法很簡單的轉成上面的程式 因為你不知道那個callback到底什麼時候會被呼叫 所以在後來在jQuery有人引入了那個differ的物件 然後後來我們又有promise a plus的標準這樣子 那有了promise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add寫成這樣子 那就是這兩個東西加完以後它回傳一個加完以後的promise 但是這個promise還是一個麻煩 因為不知道要等多久才會好 然後我們也沒辦法直接把promise number拆成一個number 那在微軟對js的世界就是js生態圈的那個貢獻下 那js世界引入了那個csharp那樣子的asyncho await語法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像下面那一段程式那樣用 就是大家熟悉的我們可以去await這個function 然後就得到裡面的東西 那這就是一種cps變換cps transformation 那不過有趣的事情就是 一來是asyncho await只能用在promise上面 不能用在其他類似的結構上 然後再來隨著react跟view這種前半library 決定他們要自己去做本來應該由程式語言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有很多手段可以在不同的結構上面做到cps變換 譬如說我們如果有辦法的話 可以用react hook來resolvepromise 那這邊因為程式碼比較長我就不貼實作的細節 那我們只知道說我們可以實現一個東西叫做usepromise 然後你把準備好的promise先記錄起來 為什麼要先記錄起來呢 因為你沒辦法比較兩個promise是不是同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先記起來確保它不會變 然後接下來再丟給這個usepromise 它就可以幫你把resolve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然後最後直接畫在你的網頁上 然後同樣的道理就是我們也可以實現類似的hook 譬如說叫做useobservable 那它可以幫我們去把rxjsobservable裡面的東西拆出來 然後我不確定就是因為react hook它其實是一個破爛的抽象 就是它其實有很多限制 譬如說它因為js並沒有一個深層的generator 所以你的hook不能放在for loop裡面用 你的component裡面的function裡面用 所以在react生態圈裡面幾乎沒有人去像剛剛那樣子去做usepromise 或者是useobservable 可是在view的composition API裡面 的確有人做一個東西就叫viewcomposepromise 那它用起來就有點像我剛才寫的那樣子 你可以用usepromise把promise傳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promise裡面應該要reserve出來的東西 那同理可證我們甚至也可以用react hook 去對一個array對一個list來做cps變換 然後最後我要提一下就是在網頁前端其實也可以就是做lift 然後就把一個結構的一些function lift到一個更複雜的抽象上面 那譬如說我們今天希望有一個東西 它是一個等一下才會跑的promise 那它可能是你call一個function 然後它才會把那個promise變出來 那我們今天就可以做這樣的一個module 那它第一步是有一個function可以來把那個這樣子的就是call了以後 才會跑promise出來的東西做出來 然後第二步是我們可以去實作一個我們的版本的lan 那這個lan在做的事情其實就是那個 其實就像是那個monet的fmap一樣 那它做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傳一個function進去 它會得到這個lazypromise裡面最後的結果 然後它會傳回一個新的lazypromise 那你就可以把很多不同的lazypromise串起來了 所以我們在用的時候就可以像本來的promise一樣用 那當然這邊要提到說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那個pipeline operator 那我們就可以寫說我們有個e 那這個e它是一個lazypromise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交給我們自己實作的lan 然後接下來會得到一個裡面的值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把這個2交給我們自己實作的lan 然後得到裡面的值 最後我們再把兩個東西加起來 然後再做成一個新的lazypromise 那我們得到的就是一個可以跑 跑完以後才會跑結果出來的lazypromise 那我把這場的code example放在這邊這個網址 有興趣的人可以直接連上去看一下 它就是一個簡單的react app 然後它有man branch還有一個react branch 還有一個async reduct branch 那最後是這邊有列出一些書目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當然是經典的sicp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想要了解怎麼樣用functional language的type 去對你的應用程式建模的話 可以看看第二本這邊提到的domain modeling made functional 然後再來是因為現在js常常在run time去做 比如說別的程式語言在compile time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想要了解其他語言 在compile time做的什麼事情的話 可以讀讀看companied monnets 那它會講說一開始monet語法怎麼設計的 然後還有就是可以看一下 how to make ad hoc polymorphism less ad hoc 那這兩篇都是Philip Wadler的文章 那後面那篇就是等於是告訴你說 Husco裡面是怎麼樣把type class裡面的前面描述說 現在到底是用到什麼type的這個dictionary 自動的幫你傳到你的程式裡面去 然後有興趣的人還可以看看就是js生態圈的這兩個library 一個是fantasyland 它定義了就是怎麼樣把一般functional programming用到的 常見的結構跟interface就是移植到js上面去 然後另外一個是fpets 那它裡面就提供了很多functional functional programming會用到的type-sqlibrary 然後它甚至用模擬的方式把那個hier-cite type 也做了出來 那你可以傳進去你先做好的一些object 來讓它替代其他語言在compile time幫你做的事情 我的session大概就到這裡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的 對 講太快了 slider有問題嗎 看一下喔 分頁 這裡 嗨 為何想要在js裡面寫functional 不知道啊 我的工作就寫js啊 可是js就沒什麼functional可以用啊 所以就只好自己研究看看 怎麼樣把functional programming學到的東西 用到js裡面去嘛 而且再來reactor 因為它非常依賴整個資料的改變來偵測說 它畫面沒有要不要rerender 所以把functional programming這邊學到的技巧 應用上去可以大幅簡化我的程式碼 大概就這樣 OK 那謝謝大家 等一下 所以真的沒有問題嗎 任何問題都好 欸 有 等一下 我拿麥克風給你 那我想請問啊 就是 你有在工作上用到你提到的這些技巧嗎 那 如果有的話 你通常怎麼跟同事配合 因為我的經驗是同事會跟不上 喔 對 說到這個 所以我用到的都是比較簡單或是簡化的技巧 都是我可以一步一步跟他講的 譬如說我怎麼樣設計我的todoitem 然後我可以幫這個todoitem寫test 那我可以用test解釋給他聽 然後我其實在工作上不會用到fantasylan跟fpts 因為這個太難教了 所以我大概就是停留在這種 就是可以拆解開來一步一步跟他講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哪邊 因為object改變了 所以reactor會render這樣子 我想要問一個你剛剛那個sauce code上面實作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剛剛todoitem那邊 那三個property id title還有down 你都分別也是提出來一個function 我想因為你現在這樣子做有什麼特別的用意 為什麼不直接去取那個property就好 為什麼要把它就是把extra出來的一個function OK是這樣子的就是 如果說我今天譬如說我要在promise的lan裡面 我要去取說他到底是哪一個feel的話 那有時候我偷懶我就不會直接去寫 就不會直接去做一個anonymous function出來 我就會直接用 剛剛的那個去取feel用的那些id啊title啊還有down的function 那我就直接把它傳到lan的後面 那他就會直接在 直接幫我把那個feel拿出來了 有啦有開 還有人有什麼問題嗎 欸欸欸欸 欸 我想要選 直接講 方選哦 對 是單純 我這邊用到的都是直接用gest就可以測的了 我並沒有去用到property-based test之類的 不過這方面的事情可能可以期待今天接下來的演講 我記得有一場講者好像是在講這方面的事情 那如果大家還如果已經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有嗎有嗎最後機會 好沒有的話那我們就掌聲謝謝卡西 謝謝謝謝謝謝大家 好那我們接下來有10分鐘的休息時間 15分鐘耶 對好 測試123 但是好像有時候會斷斷續續有嗎 10分鐘可以消滅是嗎 那很奇怪 1231 по31231pm 123123123 audi34 Jerb 測試測試123 他沒有問題啦 homework 看起來沒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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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我先放這邊 謝謝 有人在試過 怎麼快就找失誤 現在進門 可以拿去嗎 不行 十一點 十一點 十分鐘 好啊 你要先叫我開 沒有啦 我先開好 還要自體 還算 我的自體有個很大的問題 這其實是白板嗎 這白板啊 這其實是白板 這就怕得掉 不過我們也沒位子寫東西了 對啊 上掉啊 好酷喔 它怎麼長那麼酷 也蠻酷的 蠻酷的 那還要 對 太難了 我看後面要再跟它 接 急性時間 就不跳過 我覺得那個難度 這個都歪歪的 從我這個變成你 因為難度三級跳舞 所以跟List很像 我其實應該選進階了 算了 你選出階嗎 沒有啦 那個中間 我們所有人都選中間 不知道你幹嘛 因為 只有Cindy選進階 只有她選的 所以算是 進階是第三 最高的 中間是advance 好像什麼 Skill啦 Skill的 這個是中等 對 Avance是最前 我選Beginner 算是 因為我也是Beginner 對啊 那個我家 你沒有蠻酷的 這樣是有難度也可以講 Beginner 這次就要提示 對啊 你那個蠻酷的 Beginner 那你怎麼投到 我怎麼想要投這個 因為 你就剛好寫了一個 直接玩具 算是想說 剛好那個 果然上 有啊 真的喔 超過的 超過那個數量 我們收超級多的 真的假的 但是已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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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個人投了 所以我就可能收拾了 喔喔喔喔喔喔喔 還沒有換一半喔 喔喔喔 剛好是 那個 壓線的那個 也不是壓線 壓線 其實是很初學的 很初學的導向 然後感覺要我們 學一下 學 先把大家騙進 雖然 沒有 走 聽完就大家都走了 不是也來 我選的 你選入 你是入門啊 喔不對 喔算了 隨便 我沒有講 你沒有講 我這邊還來 你會來水 完了 好了 剛剛好 就好 其實 欸 爸 怎麼 你說 你說 我沒有 你可以 你 我 你 我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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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わります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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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al Programming 鬼 大家一定很好奇的問題 寫Functional Programming 有工作嗎? 我們這邊就是有一位找到工作的人 來跟我們分享 跨國Functional Team的生存指南 歡迎你的ID 沒有放你的名字 歡迎雲彥 謝謝他掌聲歡迎 喂喂喂 仔細想想我要在這邊按 我用這個就好了 喂喂喂 OK 感謝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如何找到一個Functional的工作 然後到底你需要會什麼 才可以找到一個Functional工作 然後 首先工商一下 感謝一下 B公司 提供時間 主管認可 你可以花多少時間去準備這個Talk 然後呢 今天投影片的所有的背景 是由 這個藝術家提供的 然後 他是做數位藝術 然後 在台灣算蠻有名的 然後他明天 有一批新的作品會發售 幫他打個廣告而已 有興趣可以在Twitter上面搜尋一下我們公司 或這位藝術家 我是誰 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做吃雲彥 姓跳過 叫我雲彥就可以了 或者是有些同事 對他們來說雲彥很難念 所以最後就會簡稱變YY 然後我之前是台灣Functional界 狂霸子木星成老師實驗室的助理 然後我還是最一開始Functional Thursday的Founder之一 然後我原本以前寫Husco跟偶爾看看ACDA 今天呢 今天的Talk 這場Talk比較簡單 大家放輕鬆聽故事就好了 主要講說要如何去找Functional工作 從我個人的經驗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從我個人的經驗一樣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樣去做Functional工作 在做Functional工作你會面對到什麼樣的東西 故事的背景是這樣 我從2018年的時候開始找外面的工作 那當時我只會寫Husco OK mode就是一個勉強可以看得懂基本語法的狀況 然後我不會其他號稱有Functional在裡面的語言 例如說Ruby Rust 你寫的我大概都不會 所以呢 一開始找工作理所當然就會去看說 OK台灣有什麼樣的工作機會 那要嘛就是 你只能找到一個職缺 例如說做前端做後端 然後你可以做一些side project 或小的工作你可以用Functional去解決 就是那樣的工作是不需要去跟其他人合作 你只要自己一個人 例如說做個小工作 做個小工具 做個小parter之類的 頂多只能找到這樣子的東西 你不會有一個專門的職缺告訴你說 你可以寫Functional language 或是就直接開缺說我要找會寫OK mode 或Husco的很難 所以呢就開始去找遠端的工作了 經驗分享 我找過什麼呢 我有找過金融業 在寫Functional的圈圈裡面 最有名的是Genstreet 他們非常的有錢 因為他們是做資產投資的公司 非常有錢 他們主要是用OK mode 但是很難進去 他們要求非常的高 除此之外 有一些在新加坡跟香港 有一些也是做這種投資管理的公司 這蠻常見 然後雖然說是做這種投資公司 可是其實有一些人是蠻 沒有那麼像詐騙這樣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可以 我有試過的方向 還OK 但是因為在進到下一關之前 我就已經找到工作 所以後來沒有去那邊 然後神奇的是呢 我有找過遊戲業的 在英國有一家公司叫做Trucklefish 他有做過一些有名的2D遊戲 像說豐萊之國和Starbound 然後他們之前有一個城市聽LEAD 他會寫Husco 所以他就開了一個公司那個計畫 說我們要成立一個Husco Team 我們就要從C++全部搬去寫Husco 我看到那個公告超開心 我就寄進去 然後我收到回信是說 因為那個LEAD已經離職 所以這整件事就取消了 然後另外我有找過日本 也有一家遊戲公司 他也是說我們在寫Husco 然後寄進去之後 他跟我說 因為你不是日本人 所以我們不太考慮 然後想 那你為什麼要開英文的去 傻眼 然後除此之外 還有一些更神奇的 例如說做IoT 做網頁服務 跟做影像編輯的startup 有一些在美國 在LinkedIn上面可以找得到 我那個時候有去找 但是我覺得背景差太多了 雖然說他們是用Functional 可是他們的dominology 對我來說實在太遠了 我完全不懂 然後再不然就是像印度那個startup 他們非常的友善 他們也願意給你錢 甚至願意多給我錢 但是他們的薪資 大概小於台灣一點點 然後我為了看他們是不是詐騙 我要去Google Map那邊查 然後他們在一個滿鄉下的地方 連水泥地都沒有這樣 這樣也可以開Husco的startup 非常的厲害 然後除此之外 還有以Husco為主的資訊服務頁 就是他們會接一些console的案子 或者是幫人家建系統 那目前以Husco來講 最有名的大概就這兩件 是WellType的 一個是不會念口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最後調到這個區區的 就是做區塊鏈的 做區塊鏈有兩個主要的Functional的鏈 一個叫Cardano 一個叫Tesos 一個就是百分之百Husco 另外一個就百分之九十OKmore 那最後我是去了下面那個 所以才有這件衣服 好,回到我是誰呢 我現在在一家叫Merico的公司工作 我原本有寫過contract 然後我現在是在做Portocall的開發 那主要是在用Okmo 那之前還有機會的時候會寫寫Husco 然後偶爾會看看Akda 好,以跨國公司來講 簡單講,以人還在台灣的這種情況 我們一定是remote工作 所以remote的team你會碰到什麼事情 那這件事情其實現在越來越常見 一方面是網路盛行 另外一方面是因為COVID的關係 所以現在remoting這個概念 特別是你這個remoting是有各個不同國家的人構成的 這個概念非常的一般 那同時我的經驗是因為我是在區塊鏈 區塊鏈他們很喜歡強調去中心化 所以他們又特別喜歡去找不同國家的人去組成一個團隊 所以下面這些國家全部是我們整個公司現在所有的組成 然後藍色那邊是我這個team的組成 所以光我這個team就有很多很神奇的東西 所以光我這個team就有很多很神奇的東西 那這跟一般的跨國合作不太一樣的是 因為我們是在開發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例會 那個例會可能是每周會有一兩次以上 那這個team裡面的人來源複雜到一定的程度以後呢 就會開始出現打仗的問題 就是我早上八點要起來開個會 然後其中另外一個人他可能是半夜十一點這種情況 然後以我們這個team來講 我們最遠有到美西 然後最另外一邊有到日本 所以我們這邊跨非常遠 可是因為我們的公司是法國公司 所以我們的時區一概以法國為標準 所以常常就是法國人挑一個他們喜歡開會的時間 然後我們配合他 所以這會是一個比較混亂的問題 但是習慣就好 再來呢就是文化衝擊 啊他圖沒辦法顯示 OK 那邊本來是一張法國國學蓋在臉那邊 前一陣子的法國人問我說 我們的主管問我們說 你知道暑假嗎?你們台灣人什麼時候放暑假? 我在想說我都學校畢業啊 然後後來問一問才知道 喔法國公司是有暑假的 公司會放大概兩到四周的暑假 有薪不算年假 年假是另外算 很棒 鼓勵大家去找法國公司 順道一題我下一半開始放暑假 超棒 好 那回到主題 Functional Remoting Functional Remoting Functional Remoting在做什麼 跟Functional有關的Remoting會碰到什麼問題 第一個呢是 原本會吵的事情 你到廳裡面照樣吵 明明就是寫Okemon的工作 一堆人說我覺得Housecore比較好 包括我 然後一堆人會說Housecore很爛 然後會有人說我超喜歡JavaScript 然後就會被大家吐槽 蛤?什麼?你為什麼在這裡? 然後再來就是各種有趣的情況 例如說剛剛想要Pipeline跟Function Composition 兩個都有提過 在寫Code的時候沒有人會干涉你用哪一個 但是你在做CodeReview的時候 就一定不管你寫哪一邊 一定會有人跳出來問你說你 這樣子寫人家看不懂 你應該要用另外一種寫法 這個每天都在發生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比較技術性的東西 例如說GADT你有沒有聽過 JDT要不要用 你要用ModuleBase寫法的話 你要不要用Okemon裡面的Function 然後你要用Monet的話 你要用BinaryOperator還是LathBinding 這比較偏Okemon的語法細節 然後要不要做文件 有很多人會認為寫Function 然後我不需要寫那麼多文件 假的假的 然後有很多人認為一定要寫 但是會要說回來 這等一下會再提 Anyway 然後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在這種Remoting裡面 會花很多時間在做系統的抽象化 跟討論如何做抽象化這件事情 可是不太會去討論演算法 要怎麼設計、要怎麼實作 因為大家都不想看演算法 所以都會相信大家寫的演算法 沒有,大家開玩笑 其實是因為用FunctionO寫出來的演算法 你只要在抽象化那一關 大家討論得差不多 你FunctionO做出來 你就不太需要去看那個實作的細節 簡單瞄過去確定沒有大的問題 大致上都OK 剛剛都比較偏向缺點 FunctionO的Remoting這樣有什麼優點呢? 第一個是你很容易找到很多同好 只好像剛剛有提問的時候 有問過一個問題 就是很難找到可以有共同語言的 在這種FunctionRemoting裡面 很容易找到 你要去做Communication Module 可以有人有興趣 你要去做OCAMO到JavaScript Compiler、Transpiler 也有人有興趣 你要做LinearType 也有Verification 也有ProcessLGB 也找得到 你喜歡寫Compiler 喜歡做CPS 甚至要用Watson 用自己在OCAMO裡面改版Watson出來 都有人會去做 這大概都是我現在工作 有碰多或是有聽到過的公司裡面的SiteProject 就是有人閒到沒事幹 去自己找這些Project出來做 除了這些之外還有一些值得講的 就是我自己的感覺是 在FunctionO的工作環境裡面 你會花更多的時間在討論事情 而不是我就寫程式 大部分的時間你都會花在想架構做抽象化這些事情上面 然後你寫的時候都還好 Review的時候很容易被挑戰 被挑戰的那個地方都不是你程式哪裡寫不好什麼的 大部分都是兩種 第一個就是像剛剛講的 你要用Pipeline還是用FunctionComposition這種屁事 另外一種就是你的抽象化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為什麼不那樣做 為什麼你要用這個monet 為什麼你不用那個monet這種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不知道為什麼FunctionO的聽 就我聽說的 那個老闆就算沒有學術背景 也都聽過一些學術會議 所以很容易拗老闆出錢去讓你參加conference 像我們去年吧好像有丟幾個人去參加ICFP 明明沒有討論文了就去玩這樣子 然後除此之外就是剛剛講的那些MR或PRReview的時候 你會變成說如果你這張PR 它比較多跟抽象化跟系統設計有關 就會吵翻天 但如果是跟比較偏實作的話 通常就是幾個小時之內就結束了 所以FunctionO Remote Team 如果你喜歡FunctionO的話 你可以在裡面找到很多很令人開心的事情 你可以避免很多不是FunctionO的聽會碰到的事情 上述是比較跟工作文化或形式有關 再來分享一下跟FunctionO如何被應用在工作內容裡面 個人經驗 先Disclaim一下 我現在做的工作是在做區塊鏈 區塊鏈它有一些系統上面的特性 先不論那些看起來就很可疑的NFTs 那些不管那個不干我的事 以系統來說 它有一些神奇的地方 例如說它Codebase實在是大到莫名其妙 然後裡面很多工具非常不成熟 Anyway 另外一點就是我們做的事情全部都是用Okemo寫的 所以很多東西的經驗非常局限在Okemo本身 甚至會局限在這個Codebase裡面 那我碰過什麼 OK Blockchain它有一些特點 以FunctionO的角度來說 它有很多機會去定義或重塑一個Linguage 例如說我們要描述Contra 所以你要去想清楚 我們Contra會使用的情境是什麼 Contra之間怎麼互動 為了這些scenario我們會去定一個Model 然後根據Model再去發展一個語言出來 然後我們會去描述關於那些communication之間的事情 我們會要去因為有語言嘛 理所當然就有VM 有了VM 我VM上面就有VM自己比較低階的語言 跟VM本身怎麼被計算 例如說我是StakeBase 我是LongdaBase的 各式各樣的東西 然後以為了讓上述這些東西都可以實際上動起來 所以你一定要Parser 然後你有TypeSystem 你就有TypeTracker 然後你要執行你就有Operational Semantics 也就是Interpreter 然後這些東西可以 一直不停地往上跌 所以可以不只有一個 你可以開一個公司 加入一個區塊鏈的生態系裡面 然後說OK 我覺得你們Contra做的 ContraLanguage設計不好 我們想要提供一個新的ContraLanguage 我想要一個新的設計 可以說 只要找到錢 那每天實際上都在做什麼呢? 如果在開發的時候 絕大多數做的事情都是在抽象的那一層 去做討論或者是設計這些的 除此之外 Functional的特點 你要花滿多時間去跟Type打交道 對 而且 以我現在在做的工作 等一下也會看到一點點 你其實會用Type去控制各式各樣的事情 所以到最後那個Type information都有夠複雜 可是你只要能寫對 程式就不容易出錯 這是Functional Language常見的另外一個特點 除此之外 因為是OKmol 所以用很多Module 那更進一步還有哪些比較沒那麼常見 但是也是會碰到的 例如說 我們會碰到很多polymorphism的操作 你要用parametric polymorphism 還是ad hoc polymorphism 你要可以清楚的知道這些是什麼 然後怎麼去使用它 然後要用gadt 你不但要用add 你還用gadt 怎麼用它 怎麼用它來藏Type information 然後 當你要把Type information撈出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用existential type去撈 這些事情 很神奇的是 我還碰過bidirectional programming 如果你只要用okmol 你可以去查一個叫做data encoding的方式 它基本上就是這樣 你去描述你的資料 你的persistent data structure長什麼樣 然後那個library會生出幾個方式 讓你可以把這筆資料從記憶體裡面變成binary format 就是變成bytes 或者變成json 或者是你給它json 它可以反過來把它parse進記憶體裡面 或者是從binary parse到記憶體裡面 你所有你要做的事情 你只要去描述你這個資料結構大概長什麼樣就好 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 我也看到 contestination parsing style的interpreter 然後這個東西蠻複雜的 稍微稍微看 然後最後一個最重要的 今天的一個大笑點 就是monetic 快速帶一下這個好了 monet 在我工作環境裡面 我們有兩個常見的monet 一個叫errormonet 一個叫lwt 它就是管理set的 就是我有幾個process 然後要不要等彼此啊 或者是哪一個先做啊什麼之類 好 那這邊定義幾個符號 它不是function 這只是符號 如果你看到等於表示這是lwt 這個monet operator 如果你看到問號表示這是errormonet 然後如果你看到大於大於它是一個monetic binding 如果是大於bar它是一個fmap 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好 我們現在有四個monetic binding 第一個呢是什麼lwt的binding 然後第二個是lwt的fmap 它把一個a2b變成la2lb 第三個是它把一個 看我自己都還要扔一下 Aerrormonet的binding 它是一個errormonet的binding 它把a2eb變成la2b 這還蠻輕鬆直譯的 有問題嗎這一頁 歡樂的在這裡 我們再加一個問號跟等於上去 就是我現在要做兩個monet的直接transformer 我要把兩個monet的黏起來 誰排在裡面 誰排在外面 誰排在外面 會決定了你這個binder type 同時 我還是有fmap想用 然後諸如此類 所以最後我就會拿到這四個 然後到這邊呢 已經開始讓人想吐了 因為我一個人有八個monet binder 然後type還微微的有點微妙的不太一樣 例如說 我可以預期說 第一 這個 它的input 沒有error 可是這個input 就是整個 把兩個monet黏在一起的 所以這兩個好像它只是 文化上調換了 可是它的一個參數的monet 其實是不同的 這會讓閱讀程式會變得非常非常的痛苦 例如說 你會看到一個function 這是某一個function裡面 它有兩種 這邊只有兩種 因為它比較科技 它只有兩種不同的monet binder 寫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可以想像 如果有其中一個binder 有順序 或是它跟本人寫反的 你就會拿到一個 看起來跟monet沒有關的type error 因為okmoner type system 它沒有辦法搶到 它可以猜到你要用哪一個 所以你會看到一圖大概那麼長的error message 但其實你就只是一個符號寫錯 這更棒的是 我需要滑鼠 算了 不要好了 更棒的是 在前一陣子 okmoner推了一個新的語法 叫做let binding 它可以讓你寫出 let star let等語之類的 然後你可以把它定成另外一個binder 所以呢 在我們工作的地方 你就會定很多的這種 例如說LW syntax 或是resource syntax 這種module 裡面會對同一個let star 讓它被定義成不同的monet binder 所以你在用的時候 你就要根據你現在到底是在哪一個monet的環境裡面 去展開不同的module 那這件事情會讓剛剛上面那個好像比較好寫 但是看起來會很難懂 因為你可能你覺得你在這個monet的環境 因為你看到這個let star 但它其實是另外一個 因為已經蓋掉原本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errormonet這件事情 在不同的地方 它因為會被放在不同的module 所以就算它是一樣的定義 對okmine來說它會是不同的type 所以要做很多monet之間的轉換 縱使它其實定義是一樣 但是因為在module不一樣 你要去定很多不同的function 去做module之間的轉換 再加上... 欸請說 我想說 沒有寫過okmine 不過為什麼不用okmine 因為很難寫啊 因為很難寫啊 兩個monet 你竟然沒有辦法 就是你有在你開口上面這樣會有想像 會有想像 為什麼會有難寫 這個... 第一個是在okmine 這個東西沒有... 我記得是沒有那麼好寫 對 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並不是很明確的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是可以 但是你會用... 你會變成你要用module system去想辦法 把這些東西兜起來 然後你用起來也不會好太多 另外一方面 以這一段code 這個codebase來講 他們的問題在於 他們一開始很開心的定了一個errormonet 很開心的拿LWT進來 很開心的寫了第一版的transformer 就是... 這個 就是這一開始還很開心的時候 然後到後面就沒有那麼開心了 因為你真的要用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有的人... 你寫的人contribute太多了 每個人的看法不太一樣 有的人覺得 那我現在... 我只是要做一件簡單的事情 我不用定一個新的transformer 我就加一個binder就好 那個binder就好 我高興怎麼做就怎麼做 對 Alright 好 加速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呢 在practical system系統裡面 你會有不只剛剛那兩個monet 你還會有很多小的monet 在計算的過程中偷家幹嘛幹嘛的 OK 然後呢 我們剛剛有提到CPS 這個是我找到的CPS的那個continuation的定義 在我們的codebase裡面 這裡只有好像一半還三分之一 我只能卡掉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東西 CPS 拿來寫interpret 在實驗室的時候很簡單 因為我們的語言很簡單 當我們碰到很複雜的語言的時候 你就要加很多的type variable 去描述 關於這些continuation的特性 會這樣做 一部分是因為這是OK模 另外一部分是因為我們想要用 type system去盡可能幫我們檢查多的東西 Holy shit 講不完 然後CPS 這個跳過 好 所以為什麼要用function呢 直覺會覺得說 我們用function是因為我們有first class function 我們有referential transparency 很棒沒錯 但是這其實是以工 以業界的角度 這個問題其實更像是在問說 為什麼我們要用 我們的motivation是什麼 那我自己的觀察 我自己的心得是說 這其實是我們在業界的時候 我們其實想要做的事情是 盡可能地去描述我們整個計算的模型 計算的情況 到底在算什麼東西 Tunctional在這一點上可以有很多的幫助 然後呢有了計算之後 我們就會想要說OK 我們想要去更好的描述說 我們的狀態是什麼 我們有ADT 我們有type system 去描述我們各式跟它不同的狀態之後 我們還有更多其他技術像 Monet之類 可以去讓我們描述 我們怎麼控制那些狀態 這是為什麼functional會好用的地方 所以其實講穿了 我們會喜歡用functional 在業界也會喜歡用functional 比較快、比較容易寫出 比較好的obstraction的方法 我用Monet 我可以很快地去描述出 不同的狀態之間的轉換 然後可以把計算切成幾個不同的部分 去進行不同的處理這樣 那到處都適用嗎? 對,但是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是以線型的工作環境來講 如果你已經在用OO 你要把OO工程師直接拔出來 叫他們全部改寫functional 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PEM會被工程師們打死這樣 再來就是你做這樣的事情成本很高 成本高到以至於說速度品質價格 這個問題會被拿出來講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下 我們其實並沒有辦法真的去把一個工作 從不管哪一種文化裡面搬到functional裡面 或者是說就把functional文化直接放進去 再來就是functional很不幸的是呢 在production的角度來看 題目現有的成熟工具其實不多 Husco已經算是特例中的特例 已經算很多了 如果你用OKmall的話 你會發現大部分用OKmall的公司 他們都會開發自己的工具 像Genstree 他們就開發一大堆自己的東西 那回到blockchain 或者是像Genstree那樣子的資產公司 他們比較願意接受functional的原因 在於他們算是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正確的地點 因為他們需要有 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會真的碰到錢 所以他們對於你系統安全性的要求會比較嚴苛 所以他們會希望有更強的工具 去寫出更正確的程式 那同時因為他們很有錢 所以他們會很願意投資資源去 例如說開發一些新的像Design Pattern那樣的東西 或者是花錢贊助學者去做一些研究 或者是一些教育的program 然後最終會有機會使得functional在業界漸漸的成熟 然後會有越來越多的公司 或者是產業願意用functional 好 那如果我也想找functional的工作 我到底需要什麼東西 第一個 你要確保你講的東西別人聽得懂 或者是別人聽得懂你要講的東西 所以溝通其實會是第一個大的問題 再來你一定要有基本 而且是非常基本就好的 你知道什麼是functional 什麼是folder, map 我怎麼定制要結構 Hosco裡面那種 我有soundtype, product type 然後基本的polymorphism 第二個真正重要的是 你要對於做obstraction有概念 如果你只會用folder的話 其實是不夠的 你要知道說今天例如說我要寫一個Mercal Tree 我要怎麼去設計我的資料結構 那對於我設計的資料結構 我要定出什麼樣的function 時的我這個Mercal Tree 它可以提供好的interface 文件還是要寫,跳過 然後其他的像domainknowledge Molnet、Cat Theory、Type Level Programming 這些都是有就好 沒有也沒差 那因為不同的team 它會有不同的需求 會有不同的技術 所以以找工作的角度 你只要上面這些基本的就好了 我們在Hire人的時候 也不會真的因為你會category就加分 反而還會因為你如果對category很熟 你講的東西大部分的人聽不懂 反而會像有些主管會怕這樣 好 最後一章 所以你想要找Function的工作嗎? 你只要放心大膽去找就好了 因為時間問題 那我們就開放一個問題好了 有沒有人想要提問 蛤? 有嗎?任何問題 嘿請 不好意思我要問的是跟 公司文化比較有問題 跟什麼 公司文化 你們公司是所有人都remote嗎? 還是說有些人會在辦公室? 我們原則上沒有辦公室耶 酷 然後我們公司有給錢 你可以去租辦公室 一個月一萬塊台幣 算是補助啊 了解 然後另外一個是 所有的會議都有留記錄嗎? 齁 你說內部會議嗎? 對對對 內部記錄 內部的範圍有多大 純公司裡面還是跨庭的也算 應該說就是存公司裡面的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remote team 會很強調說 什麼東西都要有留文件 讓不同時區的人可以看 我們都會有留文件 但是問題在於 參與的人不同 會決定那個文件 長在哪裡 例如說有人會 就是slag寫一寫 有的人會寫hackmd 就寫個markdown 全部列下來 如果是跨庭的大部分都是後者 甚至有一些大一點的會議 就是會直接錄音錄音這樣 喔 酷 好 謝謝 你們那個contract上面 是直接跑okemo嗎? contract的語法長得很像okemo 其中一個language 語法長得很像okemo 底層其實就只是一個 Landa-based的State Machine 喔 酷 因為我聽說有一些券 好像直接跑Rust的樣子 沒有問題的 謝謝 十字八字 我是他的底層就是Rust 寫的 好 那我們謝謝雲彥 好 給大家一點時間 好 給大家一點時間 跑走來走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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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恭喜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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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